大家好,我是爱之灯老高 本期我们聊一下 ESSI通过补丁来升级 以7.0,8.0为例 首先我们看一下补丁包 左边这个.zip,这是旧版的 而右边这个还有个.zip,这是新版的 官方给出的新旧两版的升级方法是不同的 7.0及以前旧版的升级方法 可以看老高往期视频 最近有群有小伙伴说 8.0,A,B,C等版直接用补丁升级到8.0,U1 会出现升级失败的情况 大部分情况是升级前系统为定制版 内置了USB网卡等等的驱动 而直接升级8.0,U1版时 检测不兼容这些驱动 需要下载掉相关的VIP包 才可以正常升级到官方的8.0,U1 或者使用各路大神定制版的8.0,U1来重新安装 下面我们演示下使用官方8.0,A,B,C 用补丁升级到8.0,U1的过程 如果ESSI后期版本升级方法无变化 不再做相关的升级视频 新旧两种版本的升级 咱们视频都做过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开始啦 首先关闭所有的虚拟机 然后进入维护模式 成功进入维护模式后 这会有一个黄色三角 然后下面打开这个SHELL的权限 这样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来连接SHELL 我们进存储空间 上传一下升级的补丁 8.0,U1 这加快一下 好,上传完成 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 目录的位置 这一串字符不好记 我们一般就是用DataStore1 我们进入VMFS Volumes DataStore1 LS查看一下文件 这是刚才上传的补丁包 我们使用这条命令 来查看补丁包中的内容 相关命令行 可以加下视频评论区置顶的 群货讨论组中有分享 我们要升级的呢 就是上面这个标准版 与老板的ESSRI升级命令不同 从7.0开始 官方升级命令改为这个 我们看一下命令结构 这是补丁所在目录 以及要升级到哪个版本 也就是刚才查看补丁包 内容中的标准版 运行升级命令后 比较漫长的等待 8倍快进中 大概时间得在30到40秒左右吧 好 升级完成 升级的结果 升级成功了 但是系统一些改变 需要咱们在重启之后才能生效 下面这一堆呢 就是升级的具体的包啊 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升级前的版本哈 这是8.0b的版本 然后我们reboot 重启一下 20倍快进中 重启完成 我们检查一下 看看是否成功 这里可以看到 8.0u1 已经成功的升级了 我们可以退出维护模式 然后我们再把shell打开 第三方工具再连一下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 升级完成的版本 用命令行 我们往上翻一下 这是刚才升级之前 8.0b的版本 现在是8.0.1 8.0upt1 1版本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我们下期再见